Lunize 其实现在通讯局在进行香港两家免费电视台的节目质数 以及種類的意見調查 在4月2號就會截止 我們這次的街頭活動就是 想去收集市民意見 還有做了這些短片再放上網 就是最後衝刺希望換起更多市民 可以自己傳信去 或者Email去通訊局 去反映對香港電視免費電視的意見 其實前陣子無線司法覆核 就說拍電視免費電視牌照 就沒有諮詢過廣大市民 那現在政府這個動作 我們都不知道它是想怎樣 但是既然它資訊局是肯聽意見 那我們就希望集合多些市民的意見 首先第一件事叫做 更快發牌 此類第一 第二的就是多元化的節目 無論是新聞節目、劇集、綜藝節目都好 多元化向一些我們觀眾想知 但是電視台不敢拍 也都不會拍的東西賣中 因為來來的劇情 《新聞報道浪》都是很主旋錄 即是就算一些不講政治的人 看起來都覺得悶 晚上回家下班 看看劇集 但是你的劇集 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看到有點悶 每次都是這樣 沒什麼新意 你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那你對於有新的電視台 即是在這個市場那裏的看法是怎樣的 都希望有多個 competitive的話 相信那個quality也會有 其實我都不是很喜歡看 即是開起兩個台 不是無線就是光台 而且本光台大家都不是怎樣看的 大家只是看無線電視台 那我想觀眾會比較無趣 那你自己是否因為 都是沒有節目單看 所以才不會看 應該都是的